OK,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菲利比书 这是2.0版 今天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 喜乐是菲利比书的一个keyword,一个要词 这靠主喜乐,原文是说在主里面喜乐 英文是说rejoice in the Lord 这个在主里面喜乐 什么叫做在主里面喜乐? 这种喜乐,不是来自于环境的顺遂 而是因为与主连结交通,而来的喜乐 主自己成为我们喜乐的原因 所以,你不管环境好还是不好,都可以喜乐 因为我们拥有主而喜乐 因为我们被主爱跟安慰,而我们喜乐 因为我们有主的保护跟引导,我们就喜乐了 因为我们被主救赎,被主释放,我们就喜乐了 这些要素,都是跟我们的环境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因着这些原因来喜乐 所以,当我们越思想这些,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喜乐起来 那靠主喜乐,是一道命令 所以,不是凭我们的感觉 所以,不管我们感觉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喜乐 无论在顺境或者逆境当中 我们都可以选择,我们要在主里面喜乐 所以,因为是可以选择的 所以,这是一道命令,要我们要喜乐 保罗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 妥当的原文就是安全 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置行割的,因为伸受割礼的 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这话是什么? 这话,看起来就是讲到前半句,就是说要喜乐 所以,保罗说,把这个话写给腓利比教会,对他并不为难 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他虽然写说要喜乐 这对他来说,本来是不容易 但是,他说对他并不为难 这话,可能是指着说,要喜乐这个说的 但也有可能说是指着下一句,说要防备犬类 因为他说:"我讲这个话,与你们确实妥当。妥当就是安全啊。 讲喜乐,这跟安全好像没有关系 可是,跟防备犬类就有关系了 所以,这个话也有可能是指着说,要他们防备犬类 保罗过去,可能曾经提醒他们,要防备这些律法主义者 这一次,他不厌其烦的再说一次 是为了要他们的安全着想 这个犬类,为什么说犬类? 犬类,狗会吃自己吐出去的东西 这就指那些律法主义者 律法主义者,为什么叫犬类? 因为他们会走回头路 要求人回去守旧约里面的律法规条 所以,这个律法主义者,就是犬类 错愕的,英文叫做evil workers,就是邪恶的工人 那就是指了假教师 妄置行割的,就是奉割里的律法主义者 所以,这几个都是讲那些律法主义者 保罗要他们防备这些人 割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他的后裔,都要受割里 才能够承受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 在西约里面,真的割里就是在灵里面 不是在肉身上面 敬拜神,也是在灵里,不在特定的地点 所以,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真正拜父的,要在灵和十祭里面拜祂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因为,征受割里的 就是我们这些,以神的灵敬拜的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就是以基督跟祂的成就为荣 靠肉体夸口,就是以自己的条件为荣 在狭义上,是指着受割里 在广义上,是指着我们的种族、血统 出生、背景、相貌、身材、体格、智商、学历、经历 成就、财富、权利、地位、名声 这些,都是人可以拿来夸口的东西 以这个夸口,就是以我们靠着肉体来夸口 以自己的条件为荣 保罗说,如果要比肉体的话 他说,我也可以靠肉体 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 我更可以靠着了 我第八天受割里 我是以色列族边亚敏支派的人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止在的 保罗他是第八天 生下来第八天,就受了割里 他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这表示,他生下来就是希伯来人 他不是后来规划的 他是耕鸿苗镇的纯希伯来人 他又属于犹太教中的名门正派 他是经由最严谨的教门 被训练成为备受尊敬的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是很受尊敬 因为他们在律法上面,遵守得非常的严格 别人都比不上,是备受尊重 他好像是武林名门掌门人的敌传弟子 他的师父是加玛利 所以是非常得高望重的一位 所以他是他的敌传弟子 他又是同才当中最热心的 对抗异端不遗余力 所谓异端,就是讲基督徒了 律法上所有的规条,他尽都遵守,无懈可及 所以在这方面,就肉体来说 这方面他是有可以夸的 但他只是,他说 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这一切的优势跟成就 如今却成为他得着基督的障碍 因为保罗发现,他过去原来走错了路 他在犹太教中奋力往上爬 他所累积的实力跟打下的根基 都因为目标错误而失去了价值 他发现,原来是要认识基督 追求基督才是那条正路 所以他过去所累积的,所努力的 现在都没有价值了 而且,如果不彻底打掉这些东西的话 甚至于会妨碍他的重建工程 所以他需要把这些过去的,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赤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所以他不仅是舍弃他在犹太教中所引以为傲的东西 甚至于连世上其他的一切,他也都看作粪土 因为抓住这些东西,会拦阻他得着基督 这些东西包括什么? 包括爱情、婚姻、家庭、财富、名声、地位跟学问 我们在保罗的生命里面,没有听到他,提过他的爱情 他说他有独身的恩赐 但是,也有可能他曾经有爱情,也不一定 但是,他最终是为着基督的缘故,他放弃了所有东西 这些东西里面,也许有爱情 因为,我们也在别的人身上 有些人追求主 后来也愿意为主放下一切,撇下一切,包括爱情 因为两个人没有办法同心奔走这条天路 所以,他愿意为着主就放下了割舍的这个爱情 婚姻也是,有的人为着追求主的原因 他把婚姻也放下,就决定不结婚 因为这样,全心全意来追求主 家庭也是,这一切他都放下了 就像保罗一样 他就认为这样子,对他服事来说,比较方便 所以,他后来到处传道,没有加累 他也不需要担心说,他万一坐牢的话 他家人怎么办 所以,他这些,他都完全撇下了 财富、名声、地位这些,更不用讲了 他都是放在祭坛上面 这些东西也不是不好 如果是来自于神的话,会使人富足 没有富作用的 所以,这个箴言里面说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所以,神如果要你谈恋爱、结婚、生小孩 然后,有财富、有名声、有地位、有学问 如果是来自于神的,那就没有问题 但是保罗他是突然发现,为是要得着基督 他情愿什么都不要,他就是要基督 所以,他里面有任何一个渴望 那个渴慕,大到一个地步 这一切都可以当作粪土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有限的容器 当容器里面,装了许多东西之后 就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再容纳基督了 所以,即使有些东西是不错 但是,为着基督的缘故 可能有些吃好的,都变成是丧好的仇敌 所以,主耶稣他说,虚心和贫穷的人有福了 为什么他们有福呢? 因为他们拥有的东西少 他们因为拥有的东西少 他们就能够更多的接纳基督,成装基督 那个少年的财主,就没有办法承受永生 为什么?因为他的东西太多了 他没有办法,矿足太多的空间来接纳基督 所以,保罗为什么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就是,世上的万事,即使再好 也没有办法跟基督相比 保罗为了要容纳这个宇宙的赤宝 而决定丢弃一切次要的东西 就像你这个双手,现在要把一把钻石给你 跟你手上已经有一把弹珠了 你能够再接受多少的钻石呢? 最好的方式,就把这些弹珠全部都丢掉 这样他可以空出双手,来接受神所赐的这些宝贝 所以他为着基督的缘故,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所以,主耶稣说,天国又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颗珠子 所以,当你的眼睛被打开,看见基督的宝贝的时候 你就愿意花最大的代价,去买这个珍宝 你看到的越多,你认识基督认识的越多 你就可以舍下的越多 尼托森他讲过一段话 他说,属灵的长径,从积极一面来说 是神在我们里面加多 从消极一方面来说 是有许多东西,从我们里面一点一点的减少了 把占有了神的地位的东西,一件一件除掉了 那才是属灵的长径 什么时候,没有东西从我们身上脱落掉 什么时候,我们就已经停止长径了 所以,这个就是属灵的加法跟减法 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认为我们要长径 我们就是要增加更多的东西 我要更多的认识圣经 我要更多的追求主,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 然后在教会里面,我有更多的服事等等 就是一件一件加上去 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就会越来越加的属灵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真正的属灵的长径 是我们身上有更多东西脱落掉 这些脱落掉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自己 还有一些残累我们得着主的东西 这个世界,也从我们身上脱落掉 脱落的越多,我们这个人就越长进 所以,这个是减法 你减的越多,你的灵性就越增长 反过来讲,你得到的越多 这些东西不一定是有益 如果那东西霸占了你的心 使你没办法空出更多的空间,来接纳基督的话 那些东西对你来说,就没有益处 没有益处 所以,就是看那些东西,会不会霸占我们 会不会影响我们得着主 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这个英文是说,be found in him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被发现在基督里 当保罗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之后 结果人没有在外面的世界找到他 却发现他被隐藏在主里,与主同行 这个叫做说,被发现在基督里面 这好像是什么? 这就好像我们爱主之后 就从以前常去的一些场所,消失了一样 然后后来被人发现,我们居然在教会里面敬拜神 或者说,我们被发现与主在街上,亲密的携手同行 这个就是以前在一些地方的,跟人家在一起,或者吃和玩乐 但现在,我们被赫然发现,在基督的里面 保罗他盼望,他自己是这样子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保罗丢弃万事,为了就是要认识基督 然后他说,还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晓得复活的大能,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这个死人出死入生 扭转乾坤的大能 这个复活的大能,使保罗在受逼迫鞭打当中 他依然能够喜乐 这个大能会使地大震动,监狱的门全开 人心因而归向主 这个大能也可以使人病得医治,使这个死人复活 这个大能也保守船只在怒海当中,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我讲的这个是在保罗的第四次旅行 使保罗,即使被毒蛇咬了,却不受害 这个就是基督那复活的大能 保罗他很盼望,能够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 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经历这个,使人出死入生,扭转乾坤的大能 这个也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 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得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所以,保罗也是为以弗所教会,也是做这样的祷告 盼望他们也能够来认识基督的复活的大能 是何等的浩大 然后,他说,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这就是有份于基督的苦难 The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s 有份于基督的苦难,然后效法他的死 就是being conformed to his death 这个不是说,保罗也想在肉身钉十字架 因为罗马公民是不可能被钉十字架的 这是指他说,他要效法基督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 接下苦杯,甚至于炫道 主耶稣跟父神祷告说 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挪去这杯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 所以,这就是保罗要效法基督在这方面 让他自己的意思死掉,要效法基督的死 然后,或者他也可以从死里复活 这个死里复活,是指末日的头一次复活 在那复活当中,他跟所有的得胜者一起复活被提 在《启示录》里面,第20章5到6节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这是第一次的复活,只有得胜者复活 其他不得胜的,还有那些没有信主的 是在一千年之后,千禧年之后 在白色大宝座前面,那时候才复活 所以他说,或者他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就是讲到头一次的复活 头一次的复活,又称为更美的复活 就是在希伯来书11章35节所说的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 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 这个更美的复活,就是得胜者的复活 他们情愿在这个地上殉道 但是,他们要盼望得着将来更美的复活 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或者说所要我得着的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跟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 有什么不一样? 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就是说,基督在我身上有一个目的 为了这个目的,基督就得着了我 我如今竭力追求,就是要实现这个目的 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 就是得着基督呼召我去得的奖赏 所以,头一个翻译,比较有讲到说 主耶稣呼召我们,背后有一个目的 第二个,就是直接讲到说 主耶稣就是呼召我们去得一个奖赏 得一个奖赏 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吃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保罗说:"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吃跑 下面这个图是,今年的10月份 在杭州亚运,男子华伦三千米的接力当中 右边这个南韩选手,本来是领先的 以为是胜券赛,我就提早庆祝了 不料,旁边这个台湾选手,本来是落后他一点的 结果他最后冲刺的时候,他就这个角度先伸出去了 结果以0.01秒,就反超,就得到冠军 所以,这个是非常戏剧性的一幕 南韩的选手,就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但是,旁边这个台湾选手,他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吃跑 所以,保罗要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就是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是得胜了 我们还没有到达终点 所以,在最后这一层当中,我们要尽心竭力 我们最后这一层,一定要跑得好 一定要比之前更加的认真,要警醒 不要说把盗所的冠军,都丢掉了 这个,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英文是说,New American Standard是说 The price of the upward call upward,就是往上的一个呼召 NIP是,the pric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me heavenward heavenward,也是往天上去的 所以,这是什么? 这就是说,神呼召我往天而行的奖赏 神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就是神呼召我要往天而去 往天而行的一个奖赏 为着这个奖赏 保罗他,就是忘记背后,有灵面前的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 神也必以此来指示你们 这个完全人,意思就是灵性成熟的人 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凡是灵性成熟的人 都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所以,保罗说要存这样的心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够好了 我们若在什么事上,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 神也会清楚的指示我们说 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不要自满 所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 神也必以此来指示我们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现在中文译本,这句话说 无论如何,我们要依照我们一向所遵循的规矩,向前走 英文NIV是说 Only let us live up to what we have already attained 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到达什么地步? 我们要继续持守,要继续保持原有的步调,继续的往前 这是说,溺水行之后,不进则退 我们要持续的往前,不要放松标准,以至于退后 所以,这个事叫做 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的意思 就是要持续的往前,不要放松 不管你到什么地步,就是要维持,不要说松懈了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很多人喜欢看成功者的故事,怎么样成功的 但保罗要我们留意什么? 留意看那些走在十字架道路上面的人 要思想他们的为人,效法他们的榜样 这个事对我们更有启发 为什么? 因为十字架道路,是一条使老我衰微的道路 也是通往永生的小路 这是一条小的道路 你如果不注意看,你会错过 如果你不留意去思想的话,你也会看不清楚 但保罗要我们要留意,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那些榜样是什么? 就是放下一切,丢其万事,看作粪土 这个是把一切都拼上去,为了要得着基督 这些人的榜样,我们要认真去看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度父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这些十字架的仇敌,包括什么? 第一个是包括律法主义者 律法主义者,因为他不靠着基督的十字架救恩 来称义,企图靠行律法称义 所以,这些人是十字架的仇敌 第二个就是众欲主义者 众欲主义者,他贪爱吃喝 所以,是以度父为他们的神 他又重情淫乱,所以就是以羞辱为荣耀 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这个世界 就是以这个淫乱,以这个羞辱为荣耀 他们享受今生,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所以,这两类的人,都是十字架的仇敌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 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祂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祂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我们地上的一生,是短暂的 我们需要跳脱这个狭隘的眼光 定睛在天上,肆虐永恒 因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将要复活被提 第四章里面,第一节他说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 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你的稳 这些弟兄姊妹,是他的喜乐,是他的冠冕 这让我想到一个人,一个故事 就是撒末尔卢德福 他是一个17世纪的苏格兰传道人 他27岁的时候,被打发到安务沃斯,去墓会 从他开始墓会,服侍主开始 主就先工作在他的身上 他的妻子那时候生病,很痛苦 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那时候,他就服侍他的妻子 非常辛苦,可是后来过世了 接着,他两个孩子也相继,也都过世了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 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 可是,这事情让他明白,什么是为父的心怀 后来也最能够抚平那些弟兄们,伤轻的伤痛 阿卧斯教区的村庄分布的很广 他就去探访羊群,也就很辛苦 但他常常翻山月嶺,去拯救灵魂 所以,弟兄们说,他总是在祷告 总是在传道,总是在看望病人 总是在回答教义,总是在读写 在卢德夫没有去安卧斯之前 那里的人,心就好像是冷却的铁块一样 很刚硬,很冷淡 可是两年之后,就有复兴开始了 他为了神所指败给他的职份 他把命都拼上去了 安卧斯是他的冠冕,他的喜乐 那些人暂定了,他就活了 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 这些信徒,是他的冠冕,是他的喜乐 跟Rosford一样 他曾经说过,他说 我最深的喜乐,就是挪去你们和永生之间的鸿沟 我的见证存留在天 你们的天,就是我的双倍天 你们的得救,就是我双倍的得救 意思就是说 你们的天堂,对我来说,是双倍的天堂 你们的得救,对我来说,是双倍的得救 就是,那些人如果到了天堂的话 天堂对于他来讲,就是两倍的天堂 是这样的,让他喜乐 他们得救,对他来说,他好像是得救两倍一样 是那样的喜乐 所以他说,我昼夜思想的就是你们 是他的那些羊群 他说,主啊,审判我,如果我不看重我的职份 主啊,定罪我,如果我看重这个职份,过于看重你自己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生命的一个神的仆人 他忠信于神所托付给他的 可另外一方面,他又更看重神的自己 所以,这个是他所写的一些东西 到了19世纪200年之后 有一个女诗人,叫做安若思可真 她就根据卢德福的书信,写了一首诗歌 叫做《玉露沙蚕》,很多人听过 其中有一句,是他第10节说 若在神宝座右边,默然与你相逢 天之与我如双倍,在以马内立境 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有一天在神的宝座右边 突然与他当初所服侍的,所牧养的小羊相逢的话 这个天堂对他来说,好像是两倍的天堂 就是当我在天上,遇到一个来自安若思的灵魂 天堂对我来说,就是两个天堂 会让他那样子的喜乐 所以,这是一个跟保罗一样,心情的一个人 把他所服侍的那些人,看作是他的荣耀,他的冠冕,他的喜乐 他说,他劝友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 这是两个姊妹 我也求你这,真实同富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 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力免 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 有阿爹跟寻都基是两位女同工,彼此意见不合,被保罗知道了 所以,保罗就劝他们要在主里面同心 保罗也要收信了同工,就是同富一二 同富一二就是一起同工,帮助他们 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这个连同第二章第一节 保罗已经连续三次说,要喜乐了 这表示说什么? 表示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关乎我们生命的得胜,不是可有可无的 要喜乐,不是可有可无 这是很重要的事 要得胜,要喜乐,要胜过我们心中的忧虑、沮丧、苦闷、惧怕、还有消沉 这些都是仇敌射来的火箭 喜乐则是信心的藤牌 这藤牌可以灭掉仇敌射来的一切的火箭 所以,喜乐就是靠主夸胜 靠主喜乐,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示 所以,雅各书说,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喜乐就是抵挡魔鬼 当我们喜乐的时候,选择喜乐的时候 忧虑、沮丧、苦闷,这些东西就离开我们逃跑了 有一个吴汉师牧师 我们喜安堂的弟兄姊妹们,叫他是吴老牧师 这个吴老牧师,他顿到喜乐,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绝对不会喜乐到 神所要求于我们的那样喜乐 只等到我们悔改了我们的一切忧郁跟阴暗 忧郁跟阴暗,有什么不对? 他说,这个需要悔改 这个是犯罪 我们如果说,是心里头忧闷 我们心里头黑暗 他说,这个是对神的不信 这个我们要悔改 我们悔改了这一切之后 我们才会喜乐到神所要求我们那样的喜乐 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喜乐都是有限的 都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为着一切的不喜乐而来悔改 他说,我以耶和华为乐 这就是真正的钉死老我之道 不应得自己的感觉 不顺服自己的感觉 就是要以神为乐 这就是钉死我的老自己 喜乐是信心的要素 是一种得胜的表现 胜过了撒但和他一切的魔君 出于信心的祷告,就是一无挂虑 而且充满喜乐的祷告 有了信心,你就不能不喜乐而赞美了 然后,当你闷闷不乐的时候 你就是拴上门,不让神进来 所以,我们要拒绝这个忧门 不然的话,不拒绝的话 你就是把门关起来,神就进不来了 然后圣经说,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努力的来达到这个要求 我让牧师说,他有时候一连两三天都在说 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主的喜乐 这些乌烟瘴气,有的时候就是一直会来 但是他要持续的拒绝他 我们要持续的拒绝这一切 宣告,我们要选择要有主的喜乐 然后,任何有泉源,就是主自己在我们里面的人 就不能不喜乐 圣经里面,除了说,靠主喜乐 或者在主里喜乐之外 还有一个是说,圣灵里面的喜乐 圣灵里面的喜乐 当主耶稣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就欢乐起来 所以,圣灵里的喜乐就是 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泉源,圣灵的泉源 当这个泉源在我们里面涌流的时候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喜乐 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要常常喜乐 这都是同一个源泉 所以,这个喜乐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 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就是背起十字架的人 这个是,当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会真正的喜乐 你没有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可怕 但是,一旦你背了 你里面那个喜乐,是从神而来的喜乐 因为我们顺服神,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复活 我们老自己死了,但是我们的心人就复活了 让我们就喜乐起来 没有什么能够像靠主而得的喜乐,那样使人华美的的 一个喜乐的人,比你操上什么样的化妆品 还要更让人感到容美 所以,一个喜乐的人,脸上会散发出荣光 所以,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静了 谦让就是Gentleness Gentleness就是柔和,不真静 当主来的时候,如果看到我们竟然在彼此斗殴正境,那就糟了 所以,主耶稣说,当主人来的时候 如果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就动手打仆人和死女,并且吃喝醉酒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 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 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所以,保罗说,主已经静了 我们现在离主再来,已经不远了 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要让主看见 我们是在斗殴真静 要让人看见,我们是谦让的,我们是柔和谦卑的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示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段话,我们常常听到 要义无挂虑 我们要喜乐,就得要义无挂虑 你要义无挂虑,你才会喜乐 义无挂虑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把所挂虑的使命交托给神 当我们祷告,祷告到神的平安来到的时候 当我们祷告到心里面,重担脱落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神已经垂听这个祷告,而且接手了 我们就不再忧虑了 所以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经历这一切 祷告到一个地步,里面就有平安了 这个平安了,那就表示说,神已经接手了 神已经接手了,我们就不需要再忧虑了 当神透过以利亚,来答复哈拿的祈求的时候 哈拿就不再愁苦了,所以她还没有怀孕 大家知道这个故事,这是在《撒母尔记》上第一章的故事 那时候,哈拿在祷告,一个人默默无声的 就嘴巴在动,在那边祷告 结果以利以为她是喝醉酒了 后来她说:"不是,因为我没有儿子,心里愁苦 求神给她一个儿子,她愿意把这个儿子献上 以利就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所以神就借着以利的口,以利是大祭司 说:"愿神来垂听,允准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 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 他里面得到一个把握,神垂听他的祷告 所以,他就不再愁苦。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怀孕 所以,我们义无瓜虑,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 把所需要告诉神,神会示下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原文是,借着祷告和祈求,带着感谢 英文说,by prayer and a petition with thanksgiving 就是无论祷告什么,或者是祈求什么,都要带着感谢 都要带着感谢 好事要感谢神,坏事也要感谢神 感谢使人调整我们的心态,脱离负面的思想 承认神掌权,因而向神发出信心,使祷告有了功效 所以,你不管祷告什么,都是要感谢神 主啊,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办? 主啊,但是我还是感谢你,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 相信凡事都有你的美意 但是,不管祷告什么,就是要感谢 不是抱怨,好事感谢,坏事感谢 这个在我们身上,就先一个调整 调整之后,我们向神就会有真的信心 然后,祷告才会有功效 弟兄们,我还有慰劲的话 凡事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所以,保罗要我们留意看,并且思想 什么东西,这是有关于圣徒的一些见证 就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有许多见证,我们值得看 留意去看,并且思想,对我们的灵性有帮助 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像之前,我们有看这个旷野池哥 我觉得,让我每次一思想一看 让我属灵的道路,重新被调整 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所要我们走的道路 什么是神所看为宝贵的? 因为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地位 没有什么名声的一个老太太 但是,她真实的走十字架道路 所散发出来的喜乐 所散发出来的神的生命 让人非常的震撼 所以,我觉得这些见证 还有像刚才那个卢德福、Rutherford 这些人的见证 我们可以更多的留意,而且来思想 更多思想 这对我们的灵性,有很好的造就 而且,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 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所以,保罗,我们也要看保罗 贝利比书特别强调我们的心思 要什么?要彼此同心 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要效法保罗的心,就是竭力追求,奔向标杆 还有,要思想这些美善的榜样 这也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要放在这些事情上面 所以,菲利比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一点 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放在哪个上面 然后,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 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 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保罗在这里是因着菲利比教会的馈颂而感谢他们 然后,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不一定凡事富足 对不对?保罗就说,他有的时候是饱足 有的时候是饥饿,有的时候是有余 有的时候是缺乏 所以,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处于悲贱、饥饿 或者缺乏的情况当中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得到一个如何自处的秘诀 怎么样自处? 这个秘诀在哪里? 就是在艰难当中,依然靠主喜乐 感谢赞美主,不发怨言,拒绝忧闷 这个是我们在悲贱,在饥饿,在缺乏当中的秘诀 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主的大能 这样子的主,就能够使我们经历他那复活的大能 像保罗和希腊,在菲利比监狱里面,畅施赞美神 结果神就使地大震动,监狱的门全开 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在悲贱的时候,保罗知道怎么样自处 就是赞美神,感谢神 所以,在监棍当中 我们依靠主所加的力量,做成主的功 这就比在平顺富足的环境之下 完成主的功,更加彰显主的荣耀 保罗说,我们从前在菲利比 这个是《铁撒罗人家》前书2章2节 我们从前在菲利比被害受辱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后,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点亮 在大征战当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传给铁撒罗人家的信徒 所以,保罗他传福音,有的时候是在大征战的当中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把福音传出去,把神的旨意行出来 这个时候,更加彰显主的荣耀 所以,逆境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祝福 让我们能够更多彰显神 然而,你们与我同受欢难,原是美是 菲利比人,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 论到瘦瘦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 就是我在铁撒罗人家,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 攻击我的虚用 你就看,那个菲利比在右上角 后来,他从那个地方离开之后 他先到铁撒罗尼家 在铁撒罗尼家的时候 菲利比教会,就是一次两次打发人 跟过去,把保罗所需要的经费,来供应给他 然后后来,他从北边的马其顿,到了南边的雅该亚 他到了雅该亚的时候,他说 除了你们之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 所以,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提到说 我亏负了别的教会 所以,向他们取了公价,来给你们效力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垒槽你们一个人 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 保罗说,其实他说 从马其顿离开之后 除了菲利比教会,没有其他教会供应他 所以,只有菲利比教会 所以,这边提到 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其实就是讲菲利比教会 没有别的教会,就是菲利比教会 所以,菲利比教会在这方面,给保罗很大的支持跟安慰 他说 我并不求什么馈颂,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 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帐上 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 因我从以巴佛提,受了你们的馈颂 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 我的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最后,为他们祝福,问候他们 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 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 这就是腓立比书 欢迎到圣经简报站 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和下载PowerPoint